2023年10月9号 现在我们正在处审于去审办公路的路上 今天是沈阳市疗养汽车自驾游 我们今天全程设置自驾游的情况 我们现在正在行驶在沈大高速公路里的入口之处 沈大高速公路是中国大陆第一条开工建设的高速公路 因此被称为神州第一路由辽宁省沈阳之大连 沈大高速是中国大陆第一条开工的高速公路 也是第一条8车道高速公路全长375公里 1990年完工时为全部4车道全力交全互通 2002年开始扩建为8车道高速公路 2004年8月29日竣工设计时速120公里 1990年8月20日 沈大高速全线开放通车 沈大高速全线总长375公里 北起沈阳 南至大连 是中国内地第一条通车的8车道高速公路 现在车进入沈大高速公路 沈大高速也是当时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 被誉为神州第一路 沈阳位于辽和平原南园 南连辽东半岛位处环渤海经济圈之内 是环渤海地区连接朝鲜半岛的重要枢纽 也是东北地区的政治 经济 金融 商业 交通 文化 商贸中心 沈大公路全长3700公里 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 从沈阳到大连 现在我们就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面 沈阳拥有2300年以上的建成石 是满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 也是东北地区首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沈阳经浏 金 元 明 四朝增注 逐渐发展为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1625年后今大韩努尔哈赤迁都于沈阳 沈阳得到大规模扩建 并被更名为天眷圣经 简称圣经 明清战争后 沈阳被设为清朝的陪都 民国时期 沈阳的城市建设规模曾位居亚洲前列 并发展为当时中国重要的重工业中心 1949年以后 沈阳转型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和综合交通枢纽 沈阳转型成为全国重工业 20kt ole inheritor 2278年以后 2波 3波 3.3 3.3 3.3 好 牙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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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 三邊爬 爬的是零爬 三邊 少路 爬的是零爬 少路 在捱 卡维里你猜的 policy judge在创捷 这个对抗 但是这次创捷 这个对抗 中国iled spec 我又不知道 那我只能不能起碼 那我只能不能起碼 只能拿 只能拿 现在我们到向了省大高速公路进入辽阳市去 来那天12号 也走 灯塔市 灯塔市辽阳区 现在我们第一站到辽阳 我们要对辽阳进行一下室内采访 你要红圈我就在意 辽阳市为辽宁省下辖的第几市 辽阳市古城乡平辽东城位于辽宁省中部 太子河畔 是沈阳都市圈副中心城市辽中南中心城市 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以石化产业为主的现代工业城市 也是新兴的现代石化青坊工业基地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辽阳地处辽河平原东部辽东山地西部 境内东部为山地丘陵西部为冲击平原 现在是辽阳境内新开发的市区 浑河为西部之界河 太子河自东往西流冠市境 下辖五个区 一个县 代管一个县级市 总面积4743平方公里 建城区面积139.5平方公里 辽阳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有2300年的历史 三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到17世纪 一直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 战国时期辽阳为燕国辽东郡治所 名湘平 唐代一度成为安东都部府府制 1621年 后今大韩努尔哈赤曾迁都辽阳 并在太子河东岸修建新城东京城 2020年12月 辽阳市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现在我们走的是沈营路 是一条备站高速公路 现在现在也高速了 现在我们车很少 就是沈营的备用线 现在是辽阳地界 灯塔经级 灯塔经级 这是老辽阳的古城的地儿 东京陵 过去是先有这地儿 这个地儿 东京陵后有辽阳 这还有个教堂 东京陵城嘛 过去的什么燕州城 就这地儿 这地儿是老城 这地儿是一个大城门楼的 嗯 现在我们走的是辽东路 路是海的 这是历史的 我们寻找那种古城墙的遗址 现在这个遗址都已经没了 这是辽阳老城 老城地儿的遗址 你们 sustaining 在那里 你说呀 就是 有,有,祭祀學 有,有,祭祀學 祭祀學 还是上路了 那也是个人带长的 这是辽阳4.50元地 辽阳4.50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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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东边的 去太子河的东边 过太子河去去凉阳 过去 这是凉阳美术的 perception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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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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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达广场